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你在这段时间呢 你就会有同样的一些外环境会转变 会发生同样的类型的这些东西 会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 那么如果你把它化解了 那么你可能80年钟这个因果会慢慢的淡化 如果你没化解你又去做这个事情 那么你在这个80年钟这个业障就大了 就是激活了呀 我举一个真实的例子给你听听 有一个飞行员 有一次没驾驶好 结果弄到水里去了 那这辈子呢 他一直觉得欠很多人 欠很多人 神不守舍 每年到了9月份的时候 是他前世9月飞机逝世的时候 觉得对不起很多人 但是又讲不出来 有一天呢 他到了9月份的时候他做梦了 做到他前世的飞机逝世 他知道了这个梦之后 他就不停地念经啊 念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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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到后来呢 他的业障就消掉了 当时他不懂嘛 也没心灵法门嘛 他就念往生咒 听说是好像念了上万遍 结果后来 他在做梦 好像这个业他就消掉了 如果他不念往生咒 这个业就挂就就激活了 爆发了 激活了 他就会在这个世界当中 他突然在这又面对很多人 让他的管子或者让他怎么样 他可能再做一件事情的话 又伤害他们了 那再伤害他们就冤冤相报核实了 对了 对了 反过来被人家伤害 所以很多人家说倒霉 倒霉 你这个时候你上辈子害人 那这辈子你就会倒霉啊 而且是这个时间倒霉 就是因为人家上辈子来还你再来 或者人家来要你再来 知道了吗 师傅 这个因果关系都是和上辈子都有对应点的 你上辈子五十大故事 你这辈子五十八大财 是这样的一点吗 师傅 对了 你们现在算越来越懂了 谢谢师傅 打准备开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